我一般时候不休息 想休息的时候也会出去跑个一单两单 我很喜欢这个行业 多劳多得 我叫贾盛钱 今年37岁 是一名起手 大家都叫我老钱 这个名字是我爷爷给我起的 那个老人嘛 就想了以后多挣钱嘛 就起了一个贾盛钱 去年过年的时候吧 我一个老乡 我问他在北京做什么 他说做快递行业 就跟他细聊了一下 我看他的收入多少 都挺可观的 我就跟着他来了 1月28号开始工作的 第一天其他的电瓶车 第一单是他带着我跑的 我就自己开跑 我也没掌握好那个电瓶的电量 跑跑单没电了 停一会儿他还能走一点 坚持把那个单送完了 送完之后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退车了 他把他的单送完之后 他就过来救我 那时候特别难 新手期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单 你看这单特别特别好 不要抢 你抢不到 因为我的分比较低嘛 十月份的时候 中秋节 有很多棋手可能都回家了 那时候我没回家 我早上六点起床 晚上干到下半夜两点 就那个星期我跑的单量是最多的 222的 我很喜欢这个行业 因为就是多劳多得 早上一开单 直接拍单的声音特别喜欢 拍单的声音特别喜欢 拍单的声音特别敏感 夏天的时候我借过一个送鸡蛋的订单 我以为就是那种成板的鸡蛋吗 我也送过 但是我去了一看只有五个 他说他是在老家带北京来的 送给一个小朋友 可以扶鸡蛋的那种鸡蛋 虽然这个东西不怎么吃钱 但是他的情形应该是会很重的 一个小女生特别高兴 哇 我可以扶小鸡了 然后我说扶出小鸡蛋之后 在下蛋的时候 你叫叔叔一声 叔叔来吃鸡蛋 就跟小朋友开玩笑嘛 老千跑车胸 挑战年钱挣两万 二十二天 还有一个月就过年了 你们都什么时候回家呀 不如早点回去吧 都被给人靠了 你们要是早点回去 是不是我也能早点完成任务 早点回去呀 对不对 上会 来到北京之后 我开始做了 做了快有一年了 有一天跟这几个同事吃饭 吃饭然后都定一个小目标嘛 我说我过年之前还有五十天 我说我想挑战一下 看看我过年我想赚两万 然后就随手就记录了 七天早 趟点黑得给跑出来呀 得把自己的小目标实现了 咱们过年得见 拜拜 80后中年是中年了 但是我不认为我怎么折腾 这刚30多 应该是正好的时候吧 就是靠自己努努力 然后让家人过得更好一点嘛 我现在在四八里店那边住 吃饭偶尔会自己做一点 平时的时候在外边吃 现在北京有很多卖骑手船的美食材 价格也不贵 大概是12块钱 两婚两素能吃饱 这地方叫张家店东街 就是有很多骑手知道这点 也住很多骑手 你们这床都是一千三百块钱 我们怕风 就是既骑车速度快了 风穿厚衣服也不行 就是这种皮的特别防风 包括裤子也是皮的 其实里边没穿多少 就是主要就是 我喜欢钓鱼看看二人传 因为我是东北人嘛 就喜欢听那个东西 正月里来四新年啊 大年初一头一天 我喜欢钓鱼 这唱不好 这唱不好 我打算今年过年不回去了 我想在这儿过年这时候赚点钱 然后打算过年天气暖和的时候带着全家人去旅游 就是偶尔有的时候就特别想家感觉孤单这样的时候也有 最主要还是小孩子吧 就因为他特别小就是从他生下来之后就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 之前夏天的时候回去一趟 也拿他玩了几天 平常的时候就是跟他视频 反正看一眼心里头就舒服一点 未来就多挣钱 我家农村的嘛 想在室里边买到房子 因为父母年纪大了 不想让他始终在那个农村的房子里边生活 因为太不方便 孩子也快上一年纪了 都给他们借室里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